尊敬的大德 法师 各位同餐道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静雅佛音 我是静雅 南无阿弥陀佛 有一位脸友就给我分享 他的妈妈才57岁 就生了重病 他个人是在国外 就赶紧的飞回去想照顾妈妈 并且呢 想把自己的寿命捡一半给妈妈 可见孝心和他的这种对妈妈的爱 我们都可以理解的 也非常的随喜赞叹 他就说妈妈从小呢 是一直信佛的 他呢 也是被妈妈影响 从小也信佛 家里还供奉的是观世音菩萨 他就祈愿求菩萨帮忙救妈妈 愿意将自身所有的福报给妈妈 希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尽孝 如果妈妈没有熬过这个难关 他就在想 有没有一种可能 妈妈下一世能投胎做他的女儿呢 可见这位师兄啊 他没明白 我们为什么念佛 念佛的目的是什么 像这种情况 劝妈妈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你就必须要明理 你要知道你自己要先学会放下 放下妈妈的情志 让妈妈顺利的跟着阿弥陀佛往生 并不是说 你放不下 想着妈妈 再来六道轮回 做你的女儿 你看 这个就整个的给颠倒了 就说明他念佛没有念明白 为什么我们要念这句阿弥陀佛 我讲了很多的往生故事啊 大家可以回去看 就是佛现前 你一定要跟着走 你不走 佛是不会硬拉着我们走的 所以呢 佛现前的时候 我们往生就没有障碍 这个就是佛力 那什么是自力 自己一定要心不颠倒 佛来迎的时候 要欢欢喜喜的跟他一块去 这样才行 否则的话 佛来迎接你 你不愿意去 你还说你有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完 好多事情还没有交代 那这个就不行了 这就是你心颠倒了 你还没有能看破 没能放下 所以 我们在往生之前 就要一定看破放下 佛来了 马上就能跟着走 所以 记得往生 这才是真正的不可思议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啊 不是佛来了 拖着我们走的 是我们心要跟着走 下面呢 就给大家分享 净孔老法师在《阿弥陀经要解》中 给我们的分享 为什么我们要天天念佛 念佛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老法师开始说 我见势力 这是释迦摩尼佛劝我们的 我是释迦摩尼佛的自称 力就是利益 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利益太大太大了 释迦摩尼佛是亲眼见到的 他不会欺骗我们 是什么样的利益呢 横抄五拙 这个可不简单 五拙恶势三戒六道 好不容易超越 这个方法就能横抄 很容易的就超越了 忠实五道 就是离命忠实 心不颠倒 什么叫心不颠倒呢 这里说了 第六意识也不行了 就是第六意识不能控制 第八意识的习气乱发 这就叫颠倒 一个人到离命忠的时候 确实是有这个现象的 因为眼睛看不见了 眼视没有了 眼视先舍掉 耳朵也听不见了 耳视也舍掉了 乃至鼻舌身 第六意识也没有分别了 第七识这个时候 没有执着了 统统舍掉 剩下来的是什么呢 剩下来的就是阿赖夜市里头的习气的种子 这个时候前面六七识都不能控制的时候 它就乱发 乱发这个时候 麻烦就在哪里呢 就在于我们阿赖夜市里的习气 哪一个习气力量最大的 它就先起了作用 所以为什么叫你平时要天天念佛 就是希望阿赖夜市里头的习气 我这个习气最重 力量最大 将来要乱发的时候 它先发出来好 网上西方极乐世界 每天念佛道理就在此地 就是怕 临命忠的时候 第六识 第七识 一下不管识的时候 阿赖夜市不能控制 无量节所含藏的善恶种子 在这个时候就乱发了 那这个事情就麻烦了 这桩事情就在我们 现前都可以考验的 这是我们自己要警惕的 为什么呢 我们每天晚上睡觉会做梦 你在做梦的时候就是如此 第六识 不能控制 六七不起作用了 阿赖夜市的种子就起现行 就乱发了 你看你做的是什么梦 你如果晓得你做梦中的境界 你就知道人断气之后 那个现象的可怕了 出不了六道 如果每天晚上做梦 都梦到念佛 那就好了 那就证明什么呢 你阿赖夜市里念佛的种子 有了力量 除非阿赖夜市种子习气不爆发 一爆发就是念佛的 这个可以从你晚上 做梦当中能够得到 能够晓得这个消息 这是我们不能不留意的 要不是经常做梦梦到 念佛 拜佛 礼佛 文法 都在三宝边试 往生就很难 真的很难 所以为什么要教你一心称念呢 因为一心的力量最大 印象最深 阿赖夜市里头这个种子 它是有力量的 它掀起现行 它印象最深 它是忘不了 随时随刻都忘不了它 它才会起作用的 真正把这个事情明白了 这才是我们一生终身大事啊 其他的事情都是小事 不要理会它 不要在阿赖夜市里头 落下印象 念佛的这个印象 逐渐逐渐的加强 所以能不能往生呢 自己晓得 清清楚楚 你不懂得这个理论 不懂方法 不知道境界 你自己不晓得 你要真正把这些道理 境界全都明白了 你自己怎么会不知道呢 确实是知道的 因为离命中的时候颠倒 第八意识习气乱发 这才有了六道轮回 换句话说 你常常做好梦 与三善道相应 常做噩梦 与三恶道相应 常常梦到念佛 梦到佛菩萨 这就与净土相应 与佛法相应 自己要警惕 每天晚上睡觉做梦 等于就是考试 考考你自己的功夫 现前什么境界 所以佛劝我们应当发愿 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真正条件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要看破放下 你发愿了 你就要看破放下 我们心里头没有怀疑 没有忧虑 没有胡思乱想 一心向往极乐世界 一心期望着阿弥陀佛来接引我 佛是很慈悲的 佛是不打妄语的 佛点头了 那肯定就是那天 到时候就知道了 秘诀有没有 可以说是有的 也可以说没有 不过三桩事情要做到 第一个 这个世界要能放下 还有留恋 有一桩事情留恋 你就去不了 所以要没有牵挂 真正相信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桩事情 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怀疑 这就是信 第二个就是愿 愿是我们的愿望 真正想到极乐世界 亲近阿弥陀佛 跟阿弥陀佛去学习 学成功了 我们才可以代表阿弥陀佛 到十方世界 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念佛的众生 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愿力 来帮助自己 你就会很快的圆满了 第三个就是要行 要真干 不能有丝毫的忧虑 我又想去 我又舍不得离开此地 这个念头就不好了 一定要拔除 西方极乐世界 是什么样子的呢 读《无量寿经》 我们就知道了 《无量寿经》 说得很详细 跟经上说的是一样的 所以 学佛的人很多 成就的人 为什么少呢 什么原因 他有信 有愿 没有行 行是什么 这个无浊恶事的事情 一切冤亲债主 通通的要放下 不要放在心上 心是清静的 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完全接受 阿弥陀佛的慈悲保佑 你就全达到了 往生的条件 就通通具足了 这个条件具足 往生的时间就到了 我们想去 这个约定就是成功的 不是虚妄的 所以关键是要放下 放下的人最有福报 你不能往生 问题就是你的牵挂太多了 你的忧虑太多了 你的愿望也太多了 他就会障碍你 不让你往生 所以 看破放下 是我们能不能去往生 极乐世界的真正条件 看破是什么呢 这个世间我们看透了 金刚经告诉我们 一切法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这一定要看破 怎么看破法呢 我们要得找个样子 晚上睡觉睡着了 看破了 跟你讲什么都不知道 这是最好的方法 就像熟睡了一样 这个时候没有念头 醒过来又会胡思乱想了 行 清醒 没有妄想 睡觉 没有妄想 只有极乐世界 只有阿弥陀佛 这才管用 三个条件具足 有性 有愿 有形 条件具足 一心向往 没有一个不往生的 不要把这个世界上的人 事物 放在心上 他的障碍最大 我们必须通通的放下 障碍就没有了 我们想到哪里去 就能到哪里 但是所有的地区 人间 天上 都是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 有许多值得你纪念的 有许多不值得放在心上的 要分清楚 不应该放在心上的 通通的要放下 应该放在心上的 就是信愿持明 念佛不间断 有时间 念佛好 念佛是积累我们往生的功德 越多越好 信愿持明 必得往生 希望我们在身边的子女们 一定要学明白了 然后才可以度化我们身边的父母 我们的孝心是有了 但是你怎样开示 你必须要自己明理 千万不要在身边给他讲 来生我们再做母女 来生再做父子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要让父母必须放下 对子女的这些留恋 这些情志 他才可以轻轻松松的 跟着阿弥陀佛往生西方解乐世界的 不然的话 这都是他往生的最大障碍 希望大家都能信愿行三资良具足 不欢迎 不夹杂 一心专念 必定往生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博士 喜欢请点赞 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